湖南邵陽有座古廟非常靈驗 一頭供奉了叫做四姑婆婆 四姑婆婆其實真有其人 而且十八歲少女時期就慘遭殺害 後來為什麼變成生命 只是背後有一個悲涼故事 隱藏著院區 午夜十分 燒門汁 做法術 湖南西陵這間古廟氣氛毀絕 正午烈日下 定睛一看 古廟大門斑駁幾個字 叫做華主四姑殿 推開廟門 立頭幾尊神像 其中一尊叫做四姑婆婆 我們丟了牛 丟了豬都是一樣的 只要能其他老人家 花個錢 穿個保佑 他就保佑你 把你牛兒 豬兒都回家了 四姑婆婆彷彿聽得見人間疾苦 有一回村民抓到小偷 大會兒把她壓到四姑婆婆面前 只見她 馬上下跪認罪 她已經載過人了 我們在這個地方的隱私啊 原來四姑婆婆並非杜綻 而是真有其人 不遠的山坡上還有早年的墓碑 訴說著四姑婆婆少女時期的悲涼故事 這裡是是吧 江是 四姑阿婆之墓 阿婆之墓 右邊這裡是外子燈湖立 他的外子給他立了一個墓碑 年代久遠的古老墓碑 上頭的碑紋早已模糊不期 2004年江家後代子孫 又幫他重新立了一個新墓碑 但奇怪的是 上面依舊沒有記載四姑婆婆的生辰意識 後來尋現追尋江是族譜 卻有了驚人發現 女兒小子十姑 許舉日十八門家人員 不及為人 或是無為師 過敌於柔主 他許別的律家 十八歲他們結婚 十八歲就發病了十多年 短短幾行字交代完他的一生 但一個十八歲少女 怎麼會突然過世 後來又怎麼會成為廟裡的神明 忽悠村民呢 江是的族譜裡面有記載 他的大伯是康熙元年的 二伯是康熙十二年的 那麼照此推算 他一個是康熙年間出生 村民相傳 康熙年間少女死於非命 與這口後山的孤警有關 當年的時候 就是四姑婆婆吃了這個菌的水 結果豆子長大了 這個喝了水是因為 肚子長大是懷孕了 還是只是長大呢 不是懷孕 村民點到為止 不敢多加議論 經過追問得知 當年四姑婆婆正值花樣年華 有個從小到大的青梅竹馬 正準備論結婚嫁 沒想到有一天 她喝了幾瓶的水 肚子日清變大 族人指控她未婚懷孕 多次對她言行逼供 勸搭腳踢 後來趁著夜深人靜 家中長輩誘拐她來到空屋 說只要躺進棺材 偏偏大腹就會消失 結果等她一躺進去 馬上蓋棺 慌亂中她伸出手不斷掙扎 少女喊冤而死 便死前詛咒要變成立鬼 報復家族 族人害怕後代子孫遭到報應 後來把她供奉成四姑婆婆 以表同情和愧疚 四姑婆婆的故事 口耳相傳 法力無邊之說 更被傳早附會 事實上 這只是一個引人悲悯的地方傳聞 後來演變成有求必應的靈驗神蹟